本土疫情嚴重 中華官一日的較近人數 也已經來到1,600月 為了紛流 不要讓全部感染的賓獎都借在便宜 中華官為選舉協調管理35經濟戰金屬 總共有六十八位醫生來開設理科工業問題 提供幾歲到十二歲的立東 跨進治療財檢和專進的建議 今天如果發生超過三十八度 金屬也會提供免費的快胎 若受輸藥 還可以協助專進到專制便宜治療 本土疫情越來越嚴重 為了疾病民眾全部借在便宜主義 中華衛生局上禮拜 先是協調管理基層診所和入市新跨進行列 今天離開市 又由管理35經濟署 六十八位醫生開設理科工業問題 你可以就近先到這些兒科診所 來做相關的感染症的鑑別診断 還有治療跟採檢 還有治療醫生會給你轉檢建議 那你來到這個地方 如果他是十二歲以下 你有發燒三十八度 呼吸到腸胃炎症狀有兩天 或是說小孩子看起來活力不太好 那有曾經接觸過確診個案的話 有這些情況任何情況的話 就會發給你免費的快胎試劑 醫生會指導你來使用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因為很多家長在問國小學長 到底要不要打 兒童的新冠疫苗 我們兒科醫師也能給你一些 比較完整的諮詢的建議 另外在這個集中檢驗所的部分 目前中法官有兩間四百塊成圍 那接下來還會開第三家 所以北部很多個案他安置不下 其實已經有段時間都安置在彰化來 那我們自己彰化線的個案的民眾 如果說家裡沒有這個一人一室的安排 他又不需要住院 然後又不方便在家裡做居家治療的話 我們可以幫他申請中央的集中檢驗所來做安置 衛生局共調 家庭人懷疑小孩 萬一金燃博多順利看醫生 新西哥的基層立刻風油門進 可以改革這個技路 幾歲的意外 更有優先檢驗通道一條龍採檢 看進和開油的那些是安排團員 團長新聞 中相中華 蔡船不登